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不停梯 我是马蹄 大家新年快乐 过完了元旦 马上就是春节 你们的车票都订好了吗 最近我也回了一趟老家 那今年的第一期视频 我们就从家开始 平时你们点外卖的时候 一般都会备注什么 最近收到外卖软件的年度总结 我去年点仓备注的最多一句话竟然是 长粉要多葱 这个病根就来自我家小区的一家长粉店 它的粗品跟门面一样粗犷 粉皮非常厚 大块的肉馅藏着大量的葱花 入口又香又有嚼劲 酱油也带有浓浓的葱香 如果你喜欢大口吃肉 粽油多葱 绝对不能错过 以前小时候只要是我老爸去买早餐 都不用拆 肯定是这里的长粉 那如果是我妈去买早餐 也不用拆 肯定是这一家商生人 每次来这里 除了长粉 还要必点一碗皮蛋粥 他们家的粥非常的绵滑 除了皮蛋 肉末 还加入了鸡蛋 口感更加丰富 至于长粉呢 用一个字形容 就是中规中矩 很正常 很标准的扇头口味 在我记忆里 它更像是一种陪伴 不用刻意打卡 当饿了 总会想起 随着我的零花钱日益增加 对于长粉的选择也多了起来 这家小炉长粉是我中学时期开的 小小的一家店 却很快异军突起 靠的就是这一张 号称001的超薄粉皮 晶莹剔透 吹弹可破 但入口却有一定的韧性 我每次都是必点一条海鲜 一条牛肉 小无长粉的鞋对面 是这一区最大的菜市场 在这附近也集中了很多熟食店 往前走两步 能找到特色的糖葱薄饼 仿佛拉扯的糖浆 形成空心的糖葱 撒上花生芝麻碎 再包上线烙的饼皮 咬下去 外刃内酥 香中有甜 往左一拐 这里有一家卖好烙的小吃店 这里除了卖好烙 还有一种特别的小吃 什么来的 他有衣服很奇怪 吃东西吧 甜的 我觉得好像一个猪肠包着一种 这个叫做猪肠葬糯米 这是非常有特色的小吃 把糯米饭塞入长衣里面蒸熟 吃的时候切片再淋上糖浆 薄脆的长衣里有花生 虾米 半粒 煮成的糯米饭 非常的功夫 另外他们家的炒高果也值得回味 高果是用米浆做的 炒的时候必须用猪油 搭配鸡蛋 芥朗 番茄 蘸一点棉白糖 吃起来又香又甜 这条街往前一直走 还有两家熟悉的老店 每天上午8点和下午3点 雷式油脚准点开锅 猪油的香味随着滋滋的声音飘出来 立刻会吸引一堆人围观 老太太几十年就卖这一种东西 全程献包献炸 我经常会排队买两个 再到旁边的杨式杏仁茶就做 油脚表面金黄酥脆 咬破之后热气腾腾 带出了猪肉 板栗 香菇煮成的馅料 非常的香 搭配一碗杏仁茶 这是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说起甜品 距离几百米的地方 还有一家老胡甜汤 来这里必须要试一试它的糯米钱 吃完了甜食带你们去吃一点苦 综合一下 拜拜 现在去哪里呢 现在带你去喝凉茶 潮汕这边的凉茶 其实不同于广州的凉茶 有几种特别的东西 一定在这边才喝得到 这个叫做山葡萄 我们小时候都是冬饮料的喝 那下去就酸酸甜甜的 另外老药局老香园 也是非常有特色的朝上饮品 大家如果有遇到可以买来试一下 既然到了汕头 怎么能不吃牛肉丸 我家附近不到200米的这家店 是我对牛肉丸最初的记忆 每次回家都会来这里吃上一碗 它的牛肉丸是那种老派的做法 调味没有那么重 姜不是很硬 更加注重肉香 这家店可能是最早的牛肉丸网红店 以前每天都大排长龙 现在因为经营和服务没跟上 就茫茫的没落了 家附近还有一个美食聚集地 那就是屏东一街 这里也诞生过很多经典的店铺 比如眼前这一家田祭猪血汤 别看它小小的门面 走进几步你就能看到张欣明老师的推荐 来他们家必点的就是猪虹猪杂汤 根据不同的季节可以搭配西洋菜 义母草或者珍珠花菜 这个菜也叫做义母草 这女生吃的非常好 老板对于猪内脏的分割和处理非常的细致 你能吃到一些外面很少见到的部位 另外它的猪虹处理的非常堂牙 没有一点腥味味道很香 在这个巷子里面有一个很破很小的一个店 当时开了很多年 这家李良记装卖特色小吃 好果和无米果 从我懂事的时候他们就在这里 以前是推一部小车 后来整顿四容就搬到了屋子里 无米果是防薯粉包裹韭菜馅 来一个 你们先吃 不吃 我来了啊 小心烫嘴啊 屏幕前有没有朝阳的小伙伴 好果就是来自朝阳绵城的特色小吃 这个字的正确读音是厚 蒸熟成形再放入油锅闷 吃的时候淋上酱油沙茶和辣椒酱 馅料有虾猪肉香菇鸥鸥蛋等等 非常的鲜甜 每次回家除了吃东西也会在附近的小区逛一逛 这里的每一个街角都能浮现儿时的回忆 小时候感觉这里全是小孩 现在回来这里全是老人 突然听到一阵熟悉的声音 竟然被我遇到的这一次行程最大的惊喜 这位大叔以前就经常推着小车在附近卖水果 水果不是水果 它是用米浆制作成的小碗 撒上菜脯淋上糖浆 以前周末在家做作业 一听到楼下有人喊嘴鬼 我就马上冲下楼买一份 真的已经很多年没有遇到过 当年的叔叔现在已经变成老人家 这样的流动摊放越来越少 以后还不知道能不能遇上 但另一方面我又发现了 在这个老旧的小区里 新开了几家精致的咖啡店 选择这里开店可能是因为便宜 但也为这一区带来了多一点生机和活力 今天介绍的全部美食都来自我家一公里的范围内 不是什么贵家的东西 却是我在外地每日念念想的味道 这些味道是刻进了DNA里的密码 无论离家多久始终都会记得 也只有回到家才能真正的解锁 今天的篇幅有限 宵夜部分的介绍我们就放在下一期 我是马蹄 很高兴给你介绍家乡的美食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